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华语圈网友们留言问的 有关YOUJIAID成员舒华这次的回归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YOUJIAID这次回归之前 很多网友们甚至连粉丝们也担心了 是否能有好成绩 结果大家也知道 YOUJIAID的TOMBOY在音源音乐节目都创下了历代机的好成绩 而这次的回归除了右眼的成绩之外 成员舒华的成长也引起了网友们的话题 但是网络上还是有网友们之一 舒华的成长 昨天一位韩国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你们真的觉得YOUJIAID的舒华实力很好吗? 为标题的贴文 到现在安科舞台还需要成员们一起合唱 韩文到现在也是说得很模糊 当然比之前是成长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足 我承认除了舒华的四个人都是全方位的实力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看舞蹈影片的话 舞蹈真的是很进步了 在我眼里舞蹈实力真的很好 本来只是觉得舞蹈进步就满足了 但是看舞台的话 看起来也懂得怎么做表情 所以非常期待下次的回归 舞蹈真的是很进步了 一点都不会碍眼 但是歌唱实力还需要再努力 粉丝们才会说他成长了 别人谁都不会那么想 粉丝们称赞自己的爱赌实力进步了 真的有那么不顺眼吗? 说实话大部分的组合都有颜值很高 但是实力比其他成员们不足的成员吧 但是因为这个组合需要他才会在对比的 整天只知道在房间用键盘评价 长相身材实力的你们 先去照照镜子再说吧 只是比过去的自己进步 并没有说特别好 比起其他成员们相对的看起来是实力不好 但是能看到他本人有多努力 然后有再努力实力也是原地踏步的人 也有一直成长的人 他努力提高实力回来了 非得要指责他实力不足吗? 在别家粉丝我的眼里 也觉得舒华进步好多了 我看到我家爱赌进步的话 也想要大大成赞 有家爱赌的粉丝们应该也是那样而已吧 看很多论坛整个气氛的话 正面的评价还是比较多的 我个人也是 这次看到开头所用这个部分的舒华舞蹈的时候 真的是有被吓到 这个五线真的是太晃了 所以华语圈的观众们觉得 舒华这次的回归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因为保留者的二次提高 目前还在进行中的 Pak Chorong霸凌争议事件 现在完全结束了 今天苏氏公司对外声明表示 Chorong与A某两个人见面 互相聆听了对方的真心话 最终解开了所有误会 两方都撤回了目前提出的所有诉讼 中间出现过录音造假 移送检方等事情 能这样解决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彼此能解开误会 辛苦了Chorong加油 下一个消息是 上个礼拜 已先取非凡rhythm回归的 Red VB 在昨天结束的 专辑手足销售量 以443,900多张 创下了出道9年以来 最好的成绩 哇 前一张专辑卖得也很好 这次竟然是上次的两倍 好厉害 听这首歌就好像是得到安慰 心里就觉得很暖 尤其是 Gogaru的男人这个部分 哇 Red VB已经是9年次了 时间好快 好不喜欢Red VB 希望能一直出专辑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 这个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